大家好,我是Vixen 去年年尾我在听到新陈老师 就要开办中文的WallFit解说课程的时候 毫不如意的我就参加啦 之前我也有曾经参加过 原版英文版的WallFit课程 这是我第三次实行90天的WallFit挑战 我最喜欢新陈老师的课程的部分 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 就是同学们都是华人群组 我们语言都是共通 而且我们吃的食物也是很接近的 同学们呢,我们会互相分享自己的经验 有遇到的一些困难等等 我们也透过互相的分享 可以参考到对他人有帮助的方式 也有专业的教练 也就是我们保龄教练啊 每周都会跟我们follow up 跟我们分析我们当下的一些状况 遇到的难题 还有也可以让我们请教各种问题 遇到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同伴都会互相支持还有鼓励 因为有这样适合的群组 我觉得这次挑战呢 就最有意思的意思了 这次的90天的这个Wall Fit挑战呢 也算是突破了以往我自己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瓶颈 目前呢,我的体重是我工作以来到现在 十年来最轻的一次 经历Wall Fit挑战的这三个月过后 我总共甩掉了8公斤 对,8公斤 也突破了以往呢 Wall Fit过后我会一直有那一种很想要回去吃 很想要回去以前的饮食习惯的这种感觉 现在呢,我可以非常清晰的选择 有那些食物是对我身体有帮助的 那些食物对我身体不太有帮助 但是偶尔我还是想要吃吃看 就是想要吃吃味道啊 尝尝鲜啊之类的 非常想要吃的食物 我还是会去吃 没有问题 但是就整体来说呢 我还是可以去很清晰的去做我的食物的一个选择 还有呢,我的尿酸问题 还有膝盖疼痛的问题呢 在这90天挑战过后也得到了缓解哦 单独呢,靠控制饮食的方式呢 虽然是很重要的 我也自己本身也尝试过Keto 还有各种不同的饮食方式 像卡路里控制啊之类的 但是我个人呢,是比较属于 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那一种 就又在意人家眼光 所以经常都会 因为身边的人啊,家人啊 或者是朋友啊 他们就会一直不断影响我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就习惯了 或者是懒惰啊 就决定说不要再坚持 我很感激就是 WanFi这一个课程呢 它就透过了解我们人类行为 心理学的这个方式 教导了我 然后帮助我度过 就是跨过这一个 最难的这一个部分 成为一个饮食自由的人 我们下车就会帮他 我们下车就会帮你 我们下车就会·换你 没事的 好 在哪一边 如果 呢 zept